今天9月23日,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商場開多了兩間店舖? 今天就很快給大家一個最新的更新 時事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WIPP豬仔 Channel 首先很快說一下,對上那個PART 8說康城的商場 原來看了這幾天是最近最多人看,而看的時間最長的WIPPChannel的片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片都有少少不同,因為我講康城的商場,又不是康城商場 為什麼呢?我想說康城的商場所有商場的面積 和其他的地鐵站比較一下 有些訊息很好,有些留言說我9UP 可能你經常看標題,但有些就說我串了其他地區 例如坑口串了來說,不合理 其實我想說回TOTAL的商場面積 康城因為自己得歌,沒有其他不能串 沒有條橋可以穿過去坑口那邊,這樣算不到 不過不要緊,我覺得都是好的Feedback來的 不過我覺得說商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Dimension說的,上次是其中一個 WIPP也會嘗試在這裏再多點嘗試 多謝各位 好,說回正題,有哪兩間新舖呢? 我們先說吧,這兩間新舖都還在Face 1裡面 第一間就是這間半熟工房 那應該是今天才開始,我沒有記錯 可以說是康城商場裡第一間的Bakery 即是麵包店 因為之前如果你要賣麵包,其實真的沒有地方 唯一去地鐵站那兩間 現在終於有一間,我以為是商場第一間 康城中心裡的第一間麵包店 WIPP也有嘗試想去光顧,但好像都頗受歡迎 因為很多人都想去參觀一下 有麵包有細餅買 最後一看一看就沒有急說買 我就拍了兩張照片給大家 但我也有問過職員 問他最早幾點開門 他說暫時來說都是早上11點 所以如果大家想早上買麵包 就暫時不能買 可能要去地鐵站那邊才有 或者去新鮮生活 新鮮生活裡面都有麵包買的 而另一間開了的店 就是這間鼎王 其實很早已經說會在第一期開 但最近才可以開到 其實早兩天已經開了 可能多些供應箱 有很多花牌在這裡 抓去開門 但這間真是正式 康城裡面從來都沒有這些店 以前一路以來十幾年都沒有 現在終於第一間的火鍋店 你橫顧回張光路裡面 其實都有些火鍋店 譬如日式那些很受歡迎 張光路中心那裡有 就算還沒裝修之前 張光路中心都有火鍋店 寶林 以前有些沙布沙布的 還有在張光路南 帝景灣裡面 有一間廣式火鍋店 好 講開吃 大家有沒有光顧過 這間新鮮生活 在左手邊門口的食店 裡面有些 除了腸粉那些 正東西之外 也有一間 男人的浪漫癡 販賣賣 VIPPI都比較喜歡吃 所以即時去馬尼斯 來試一下 其實味道就OK 但相比VIPPI在張光路中心 有間在寶林三期地面商場的豆漿 都差了一段距離 那間在寶林第三期商場 有地鋪叫豆漿大王 那間我真是極力推介 VIPPI還沒有拍過照 但有機會我拍一張照片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吃吃吃飯的話 就極力推薦你去試一下那間 雖然我不是收到那間錢 但你來買廣告 但我真的推介 非常好吃 我覺得它的吃飯 好 講完兩間新開的店 又黏了一點時間 講一下VIPPI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考考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商場的位置 剛剛新開的位置 知不知道在哪裏 給我多一點點提示 這個其實是在Level3 這個出口的位置 對應外面未開的 或未入貨的樓盤 其實應該是馬尼斯 駕空的行人天橋 駕駛來商場的入口位 其實位置在哪裏 在商場的Level3 如果你一直直行 去經過了美聯和中聯的兩間店 就看到這個新的位置 好 另外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現在正在試燈 你看到這條橋 這條共用橋應該是 摩尼布和智南天 進入商場的接駁橋 你看到 向著右手邊 看過去智南天 應該有一層 你見現在開了一串燈 應該智南天的居民 可以由這層 經過接駁橋 進入商場的將來 馬尼布也是 在左邊就有 好了 這個位置 大家看不到商場在哪裏 其實這個是另一個商場的出入口 在北邊平台 北邊平台 其實有兩個出入口 第一個是大一點的 玻璃網牆那邊 那個位置是向著Vippy 另一條影片播日錄的位置 或者是看著馬尼布那邊 這個是另外 再進入少少 這個方向是對著 Sea to Skies的出入口 做過很快的 回合 商場開了多兩間食肆 以及某些出入口位 都開了部分 應該準備去迎接一些 新的接駁橋 進來 準備開放 應該還有一些店舖 屬於Face 1 是未開的 例如應該有一間 Circle K 希望快點開 就不用客客 要去Digi 站 找一些 convenient store 去買東西 好 今天是這麼多 Ruppy Channel